香港的新世纪出版社即将出版一本新书 这本新书将重新来审夺林彪事件 它挑战中共党史二卷中对于林彪事件的传统定义 历史学者援引1983年的密新指出 林彪并未死在飞机上 而是被8341部队用火箭炮打死的 学者也指出中共所编转的历史 只是为了它的统治合法性所编织的一件外衣 这本名为913回望 林彪事件史实与辨析的新书 试图通过很多首次公开的文件 来证实中共当局漏洞百出 难以自圆其说的说法 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说 这本新书摧毁了第二卷党史中关于林彪事件的定性 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导编撰撰的中共党史二卷 在两年前出版 中共在党史中继续指控林彪有两大阴谋罪状 包括试图刺杀毛泽东 并试图在华南另立政府 根据中共的说法 被选定为毛泽东的继承人 十大元帅之一的林彪 1971年9月13日 与妻儿同乘的专机在内蒙古境内坠毁 机上人员全部死亡 而1983年 在美国出版了一本英文版的 《林彪的阴谋和死亡》 香港远东评论出版社同年8月翻译为 《林彪之死 流产政变 母后秘心》 书中表示林彪与妻子叶群是参加了毛泽东精心安排的晚宴后 被火箭打死的 而在温多尔汉坠毁的飞机则是林彪之子林帝国所乘坐 中共文件公布的坠机现场照片处于伪造 这本书描述说 9月12号晚8点 林彪夜群抵达毛泽东在北京西山的玉泉山别墅赴宴 宴会之后乘车离开 晚11点整 毛的别墅内外接连听见两次巨大的爆炸声 这是埋伏在附近的8341部队的爆破小组 将火箭弹打到林彪汽车 汽车有好几部分在火焰里飞向空中 前座的两个人被炸得粉碎 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苏明对书中林彪之子的说法表示相信 这个时候是林立国就在北京西原机场那儿一架直升机 在那儿等着他父母出来 结果听说爆炸了 他才飞到山海关开着那架所谓的什么那个英国买的那飞机 最后他跑的 这时候才把他打下来 就是在炸死了林彪夫妇以后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当时参加这次杀林彪夫妇特种部队的40个人 就纷纷的都秘密的死亡了 原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表示 中共编撰的历史核心点在于统治的合法性 但中共的历史有许多地方完全颠覆史实 实际上因为中共它不是一个民选的一个政府 这个政党也是以耍阴谋搞极权搞斗争出名的 所以它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 一直在篡改一些历史 去说明它使中国社会如何去需要它 它对于中国社会有了多大的贡献 那么这个实际上是整个和历史整合相反的 苏明表示 中共给学生灌输的历史观和人类社会演化的过程就是谎言 中共对抗日和内战的叙述更是违反史实 为什么长征呢 是因为他们要抗日 国民党不让他们抗日 所以他们是努力北上长征 这件事情在我十几岁读中学的时候 历史科就正经 那时候我就很奇怪 我说我知道那个时候日本是在山海关一带 你北上抗日你怎么跑西北去了 那个时候我就有这个怀疑 你实际上去逃跑了 为新书913回望作序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马若德也表示 林彪早在中共的九大期间 就与毛泽东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发生了矛盾 由于林彪主张优先发展生产力 而毛泽东恐惧林彪在军队中的威望与影响 随即开始肃清林彪的失地 最后设置圈套 迫使林彪就范